南的后避区今天上午10点多 则是出现了狂风暴雨 同样也下起了冰雹 时间持续5分钟 当时有民众开车在路上 整个行车实现被遮蔽 干脆呢先停在路旁 等到雨变小再说 另外还有居民正在举办告别式 突如其来的狂风 几乎把蓝色帐篷给吹走 现场就像是被台风扫过一样 物品东倒西歪 大雨稀里哗啦打在挡风玻璃上 仔细看里面竟然还掺杂几块冰雹 冰雹雨下得又急又猛 雨刷再怎么平民地刷 前方道路还是一片模糊 驾驶干脆把车先停下来 等雨势趋缓再继续上路 台南后避区23号早上10点多 突然下起冰雹雨 时间持续5分钟 难得景象由民众撑伞到外头 伸出手要接冰雹相当兴奋 但这场雨不止雨势强 风势也很惊人 后避区长短树里 有住户正在举办告别式 风雨吹来蓝色帐篷几乎要飞走 难以抵挡 赶紧拿出绳索加强固定 大会场里的物品被吹得东倒西歪 就像被台风扫过 对流旺盛产生强劲风雨 而在高雄南子区前一晚也刮起一阵强风 由露树被吹倒挡住整个车道 远景即时到现场拉起封锁线 把树移开 索性事发当下没人受伤 天气多变 中央气象局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 也提醒民众下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谢谢台南高雄综合报道